本期的主人翁氏陪伴了营迷们10年以上 暗黑界知名的大长腿赛车女郎冬月峰 冬月峰出生于1988年日本大阪府 他在2007年的时候作为 Presed的专属女优正式出道 论长相冬月峰 在美女如云的女优当中算是最高级别的 特别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哪怕只是看过一面营迷都能记住她 并且很好地把她和别的女优区分开了 再加上163公分的苗条身材以及大长腿 最后还有白嫩的皮肤配合上 暗黑界十分难以遇到的粉红两点 这些重重的优点加在一起 足以令大家忘记了冬月峰只是C Cup部组 冬月峰外表看起来虽然非常可爱 但其实她出道之前身份却是赛车女郎 这也让她对性感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而不只是单单演一些可爱的角色 也由于赛车女郎的身份 她在Precis发布的前八部作品里 无一例外都是以赛车女王作为卖点 而在冬月峰之后的四年专手时间里 她出演了52部作品 这些作品也被粉丝们公认为质量最高的 这倒不是说冬月峰之后的作品水平下降了 而是当时Precis的工作人员 更加愿意以冬月峰 作为主导来创作作品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冬月峰 会使用关系的方言在她的作品当中进行表演 这种如此自然的表演方式 相信很多的日本男性都会受不了 而且冬月峰还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女性 和她同期出道的现役女优 身材走样几乎都是在所难免的 唯独我们的冬月峰 对身材能够保持十年如一日 这事和她平时毫不懈怠的运动和饮食分不开 至于性格方面 冬月峰更加是被业界所标榜 被评为不但脸蛋和身材都很美服务精神旺盛 而且性格和善动的关爱身边的工作人员 正所谓明明有着出众的美貌 却没有高高在上 反而让人觉得很亲切 在2012年脱离了专属身份的冬月峰 开始街拍了很多 Idea Park及Tekos作品 这对她的戏录和演技都有很大的提升 终于在2015年冬月峰 获得了The MN最优秀女优奖的提名 虽然最终输给了当时人气绝顶的凑礼酒 但能够获得日本暗黑界的最高 想象提名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也算是冬月峰 出到了九年努力所得到的一个认可 到了2016年冬月峰 宜吉姆迪斯 而当时的冬月峰已经出到十年了 又知道专属女优 可是在女优当中最高级别的存在 每一部的专属作品酬劳至少在100万日元一升 如果是顶级女优的话 甚至可以拿到200到250万 也正因为片商要付出如此高的代价 很多出道多年的暗黑界老前辈 都会被片商无情地砍掉专属合同 十年以上还能继续专属的女优 更是凤毛麟角 而我们的冬月峰可以拿到专属 可见当时市场对冬月峰的需求之高 可遗憾的是冬月峰 在 Moodis是退出了四部作品之后 就再也没有等到她的新作品了 作为专属女优 在暗黑界活跃了十年之久的冬月峰 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漂亮 而她用关西方言所带来的表演 也让大家对这位平易近人的美女 从充满了好感 虽然已经等不到她的新作品 但好在我们还拥有她十年 累积下来的众多不褪色的名作 相信足以关照每一个爱她的粉丝了